由于人工智能 技术技能在许多工作中变得不那么重要 人工智能变得如此智能 以至于你可能不需要计算机科学学位或编码技能 就能找到很酷的技术工作 即使是IBM的顶级人工智能人士也表示 软技能将比技术东西更重要 非常令人惊讶 所以 如果你想在技术领域找到一份好工作 但发现所有计算机科学的东西都太令人困惑了 你很幸运 IBM的主要人工智能领导者表示 多亏了人工智能 没有技术背景的人 现在仍然可以在这个行业做得很好 人工智能让建筑产品变得超级简单 Matthew Candy是IBM生成人工智能的全球管理合伙人 这意味着他就像他们的顶级人工智能专家之一 Candy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表示 人工智能已经变得足够复杂 可以让没有编码或计算机技能的人快速创建自己的程序和产品 Kandy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以前你需要多年来研究这些复杂的垃圾来构建技术 但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 随机人提出想法并将其变成现实的速度太快了 你再也不需要计算机科学学位了 人工智能使创造力和创新变得更加重要 Candy认为 人工智能僵尸软技能在行业中变得更加重要 而不是技术证书 比如批判性思维 创造力 创新和质疑事物的能力 Candy说 我认为人工智能将为开箱即用的创造性思维释放更多的脑力 而不是紧张地学习如何编码和构建复杂的垃圾 所以听起来 诱脑偷窥者有了一个很好的新机会 人工智能还帮助非艺术家从事设计工作 Candy认为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让艺术创新者 在没有官方证书或培训的情况下扮演技术角色 人工智能图像生成方面的进步 意味着你也不一定需要艺术学位或平面设计技能 就能在创意领域取得成功 Candy解释道 在你需要在艺术学校里拼命学习 并掌握所有设计软件才能成为专业设计师之前 但现在再次感谢人工智能 即使没有经过正式培训 Rounders也可以轻松承担设计师的职责 所以 无论你是勉强通过高中艺术课 还是从设计学校退学 人工智能之神都可能保佑你有艺术般的工作前景 技术技能在许多工作中变得不那么重要 Candy的前瞻性观点与其他技术专家 关于人工智能降低工作场所应技能重要性的评论相吻合 早在11月 领英副总裁Annie Freeman就表示 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他预计软技能将优先于技术资格 拉曼评论道 随着科技发展如此之快 学位的实用性似乎也在急剧下降 即使是最初为求职做好准备的学位 与当今的人工智能能力相比 也不再具有长期价值 学生贷款太差劲了 人工智能如何取代现有工作 如果所有关于人工智能 实业与爱好者能够扮演令人垂涎的职业角色的说法 听起来都是不详的 那是因为他很低调 大型金融公司高盛已经估计 人工智能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 夺走惊人的三亿个工作岗位 羊 IBM自己早在5月份就承认 他们已经暂停招聘人工智能可以合理取代的职位 IBM负责人阿文的Krishna承认 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 在未来5年内 我们目前30%的角色将被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所吞噬 所以 黑至少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接管和自动化世界末日中 我们这些随机的无名小族仍然有很大的机会 获得那些甜蜜的技术和创造性工作 好吧 伙计们多亏了人工智能的疯狂进步 听起来我们这些普通人可能根本不需要花哨的闲聊学位或技术技能 就能在技术和创意领域找到邪恶的工作 只要专注于提升这些软技能 然后看着工作机会分之踏来 如果机器人最终征服了人类 并在即将到来的机器起义中禁止娱乐 至少我们仍然可以重新连接它们 玩一场baby的minecraft游戏 和平吧